圣诞佳节 县长为民谷特别安排 县长妈妈刘慧如 和他们所监护的孩子们 到九族文化村一日游 晚间并且在县长官邸 和县长爸爸为民谷 一起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 为这群失去原生家庭庇护的孩子 带来欢乐过节的温暖 县长的公馆这个家 大家一起来团圆 吃个饭 也很感谢各位 这种家庭 还有我们好人 用心安排这样的旅程 一个活动 让这些小朋友 都能够看到那位 跟其他孩子一样 都能够感到大家 感受到大家的 对他们的爱以及关系 今天是圣诞节 非常的高兴 可以带县长照顾的几个小朋友 我们一群人到九族文化村 跟这些可爱的孩子 一起度过一个圣诞节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那也非常感谢我几个好朋友 一同也赞助了这个活动 可以帮助让这些小孩子 可以度过今天一个快乐的假期 那也希望有好多更多的好朋友 一起来关心我们旁边的自己的小孩子 或旁边的其他需要照顾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快乐的成长 快乐的长大 谢谢 今天早上我们县长夫人 带着县长监护的孩子 到九族文化村 然后全城陪孩子一起玩 等一下县长会帮孩子 我们有帮每一个孩子 准备他们特制的衣服 然后县长会送给每一个孩子们 让他们有一个过年的气氛 然后享受到县长爸爸 跟县长妈妈的爱 希望他们能够快快长大 然后平平安安的 彰化县一共有19名儿少 因为家庭因素 经由法定程序改定由县长监护 为县长感谢寄养家庭 以及善心人士的用心 让小朋友们可以快乐过节 孩子们也准备了给县长爸爸的礼物 及亲手制作的劳作品 感谢县长爸爸和县长妈妈的照顾 同时陪他们过节 餐会中充满着活泼问心的圣诞节气氛 公益频道徐世昌 彰化采访报道